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麼深愛香港這個國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喂 哈囉哈囉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4日 大家都知道了 華爾街日報 亞洲總部 竟然從香港搬到新加坡 香港員工的規模縮跌過位數 很容易被人打擊 那幾個最好辭職很離開 最神奇的就是 竟然是移到新加坡 新加坡都沒有什麼新聞自由 但是他都新聞自由過你 這裡 香港 本身就是華爾街日報的亞洲總部 應該駐派很多外國記者 這次移到新加坡的時候 就會大幅縮減在香港的記者和編輯人數 裁員的規模接近一半 華爾街日報的總編輯 Emmar Tucker 在內部通銜裡面表示 應該那些內部員工放消息出來 跟很多他們報道的其他公司一樣 他說一樣就是摩根士丹里 摩根大通那些都走不走 傳媒界金融界都是這樣 一報就會由香港那裡 將總部轉移去新加坡 部分員工就要被迫離開的 就是會轉到新加坡 已經是最好的配置了 因為新加坡那裡的生活不錯的 大部分都是來自香港 順便移民民 不過提一提你 新加坡要復兵役的 同時會在新加坡那裡設立編輯報 報道就包括 內地的股市內房電動車港股等等的商業新聞 挺有趣的 還有報道價值的 那些東西 電動車迷煤龍鎮那裡 跌下去 烈焰沖天 內房就爆煲 內地股市一層白踩 不過最近有一些 曹操打車 他有很多的Codec App 走過來香港那裡上市 所以炒到萬百幾點 之前跟大家說過 聞到味道 就算你說多差都好 股市各樣始終下跌空間有限 人家都已經擲到萬六點幾 還想怎樣 結果又炒起 尤其是成交那麼便宜的時候 之前跟大家看過恆生指數的圖表 摩迪追雲咒 目的就是提一提大家 最好的部署 就是完全遠離 說它升也好 跌也好 什麼都好 寧願將自己的資金 你很多地方擺 你可以擺印度 擺越南 擺日本 擺台灣 嘩 升了多少 現在 這一轉都是炒反彈的 但是反彈力度有多凶狠 那你不明白的就是 那些什麼滴滴出行 曹操叫車 還有夜總會都走來香港上市 那個洞交道家 裂幣驅逐良幣 見到了 如果你當華爾街日報是良幣 就有很多裂幣走過來 你說到尾了 又不是Uber Uber很厲害嗎 你到發展了無人駕駛才說 可能可以的 去內地 現在Elon Musk那些 說發展無人駕駛 你看一下怎樣 你無人駕駛 如果遇到梅龍鎮那些會怎樣 曉飛天 到時保險又不知道怎樣賠 那很明顯 這次是 不過走了 是惡意撤離 目的就是抹黑香港特區政府 那個新聞自由程度 那個瓦崩叫狗 叫月酒 話說原因 哎呦 他有沒有說錯話 用不需要被人 spank 打屁屁屁 律政司林鼎角 在這個4月29號時候 在報章撰文 就說 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 只要傳媒貫徹基本的專業原則 就無需畏懼違法的風險 那現在 《華爾街日報》很明顯 就是他覺得 他沒有你這麼空 怎樣貫徹 你那些基本 基本法專業原則 基本法裏面包了這個《國安法》 所以是《國安法專業原則》 好難喔 怎樣貫徹 除非加入迫害的行列 那所以 他們就要顧慮到這個違法的風險 23條 哎 文安山 阮文安也是 本身都想著 九泉聖命於亂世 不求民達於諸侯 公奸於南洋 那就算了 誰知道 23條一立的時候 雞飛狗走 個個都爭著離開 差再沒有這個常鋒行動 在赤立國機場那裡 好像阿富汗那些 抱著機翼這樣逃跑 根據無國界記者早前的統計 譴責而已 有沒有說你違法的 在今年 2024年 香港政府 七度公開譴責香港和海外的傳媒 包括華爾街日報在內 楊英強在3月12日反駁隊 公開強烈反對和譴責華爾街日報評論部 那篇文章寫著 香港以新安全法加倍鎮壓 直指該文章 具誤導性和不當的言論 那沒有喔 今時今日似乎 就要找葉劉姐姐走過來修補關係 開條高叉旗譜那裡 開長一點高一點 展示一下自己那些白肌膚 是吧 然後就和外國人修補關係 就是說你們那些戰狼上身 凡事都低級紅啊 反駁啊 未能夠以德服人 雷老虎以德服人 有沒有看過黃飛鴻 就是那個雷老虎以德服人 一模一樣 又不秤一下自己什麼跟兩 結果嚇走了其他人 兇神惡殺的款 大傻的樣子 走過去和人說自己溫文以雅 你沒有病 照道理來說 新加坡那個網速 跟香港比 應該香港的網速快一點 對記者來說 網速快最重要 又有些相片 上載 又要 instant 的那個訊息 尤其是最值錢的 就是金融報道 還有娛樂界那個含金量 都很高的 但是隨著 大家知道 香港已經是 喂 我們經常都說 為什麼以前那些勞工階級 就算幾入都好 都要穿件老西出來 就是因為 人靠衣裝 佛靠金裝 所以楊潤雄在這裏 突然之間說 嗯 城市這件事 就不一定需要很多錢搞的 我已經知道 哎 金匯啊 不是KPI 反過來 IPK啊 香港一定從此 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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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彈不彈到啊 人家說沒有料到啊 所以煙花和煙火啊 又怎麼可以互相在這裏比類的呢 我只能夠拿回唐伯虎點炆香 裡面那一句了 生雞始終是生雞 啊 怎麼能夠飛上枝頭又變鳳凰的呢 早叫了你那些惡意倒閉 惡意裁員 惡意不保地價全部都要抓出來 嚴厲處理 啊 就是例如有個傢伙倒閉的 你抓了他出來抄家 滅族 寧慈處使 還有其他人敢倒閉嗎 不夠膽的了嘛 是不是這麼說啊 他沒有這樣做到的 隻硬孔桌工 還要買那個負資產的提山 頭之不慎啊 好像說 哇 你拿些公帑這樣做法 不過他喜歡啦 啊 住烏坎村的烏丁丁啊 結果這位 村委書記是嗎 走過來 做中聯版的時候 就管到一坨屎那樣啊 更何況有他在那兒坐鎮 他的名據是什麼啊 就是西方媒體 信德國豬那都會上樹啊 所以別開玩笑 人家即時把總部呢 豬那想不上樹 人家又不知道啊 至少總部又移了去新加坡先 這個其實是很諷刺的 因為新加坡出了名 自己那個言論都不自由的嘛 你只要談論政治各樣那些呢 政府就會用刑事條例搞你的嘛 就算香港之前 什麼逃犯修訂啊 那些煽惑罪啊 很多都參照新加坡的 就想將香港打造成一個 沒有言論自由 但是仍然有經濟的地方 那今時今日 人家走過去升州呢 李顯龍又在那裡笑了 是不是啊 向著天哈哈的大笑那些 比如說英國人啊 用了百多年時間 將香港人一個小漁村 變成國際金融中心 不夠勁 中國啊 在短短三年間啊 就幫台灣日本和新加坡 一下子就做了三個金融中心出來啦 不過就是憶外婆家而已 這些叫什麼 所以為他人作嫁衣償 話說那些記者 自己都知道自己本身那個危險的啊 無國界記者公佈了 年度世界新聞指數 中國是倒數第八 關押記者數呢 是全球第一位 說更厲害過俄羅斯啊 香港排名第135 但是這個東西都不公穩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啊 他在說那個排名呢 你要除那個地方的尺寸 一個這麼窦潤細的地方 竟然可以囚禁這麼多的記者 你都算不得了啊 5月3號 無國界記者RSF啊 就發佈世界新聞自由指數 中國啊 在180個國家裡面呢 排名173啊 有七個差過去 那七個不知道是什麼國家來的啊 吃人族啊 而關押記者人數呢 是高居全球第一 因為多人啊嘛 最神奇的 中國和香港那個排名呢 都上升了 但是呢 指數就下跌了的啊 那原因是因為人家做得更加差 而他呢 都是差 變差了 但是沒有這麼變得更差 大家明不明白啊 無國界記者 這位是白澳蘭小姐 就引用了 2023年11月 南京二以維權人士 獨立記者孫林 一案啊 就疑似遭到這個公安 啊 勾打 身亡 另外也有這個2024年1月 一個反貪的記者 尚冠雲 哎 就被判15年的圖刑啊 圖刑就是困住他 所以 國際的記者呢 無論中國也好 香港也好 是完全沒有安全的保障的 更加不用說買保險啦 華爾街日報 不過這樣啊 請回那些都是local人啊 你又不會請過外國 可能美國籍啊 英國籍那些記者 走過來駐紮香港吧 否則的時候 那些保險怎麼賣啊 你怎樣保障他的安全啊 我就經常說 內地啊 那些什麼反間諜法 啊 穿倒放置各樣 捉到來的 歸佬斯佛特別香的嘛 你聽到 他捉那些什麼 摩根斯丹尼亞 什麼分析員啊 以為是很厲害啦 很厲害啦 全部是中國人來的啊 是外地機構 去聘請的 中國的 本地人士 雖然 都分享資訊給他們的 但是 有事的時候呢 那便啪啪啪邱走人了 那你都可以這樣說的 他們這麼無情無義的 那當然啦 有哪個外國人 自今作戰走過去中國 或者香港那裏 那些叫什麼 愛勤 那些叫愛勤 除非你真是好 做得不行啦 例如莊定賢啊 陶輝啊 偉達啊 江樂士那些 在自己國家都被人瞄的 完全不知道 什麼為之文明的 那些歸佬 但是啦 他們就不是為外國政府任職的嘛 外國政府都不聘請他們啦 除非做川島方子 不清楚 他們做的都是朝廷的英犬 江樂士就是那個刑事檢控專員 加個錢字下去啦 考考考的啦 而華人世界裏面 猜不到啊 作為啟蒙的並不是日本 而是台灣啊 國民黨以前啊 拿了台灣之後呢 傳下來給這個民進黨政府啦 繼承了反共的為之 今時今日啦 你能夠有自由民主地方 有practice到 給中國人見到 那中國人都是值得擁有民主的 就只有台灣這個地方啦 都不是啊 你不要說中國人 什麼中國文化那些啦 日本人又不是亞洲總的 他們不是一樣有民主自由 是不是這樣說啊 所以沒有一樣東西說 中國人不值得有民主這樣的 純粹就是他想一黨專政 鋪具高位 思維素餐 想貪 無論是權力也好 或者是財產也好 貪戀啦 所以就走過來去 門騙那些中國老百姓的 又或者不要叫門騙啦 有時有些叫做自欺欺人的 你問中國人入面啊 他們值不值得擁有民主 他們可能都覺得值得擁有的 但是問他們夠不夠敢爭取呢 沒有一個人說夠膽的 原因為什麼 共產黨已經有幾十年的迫害自由 民主人士的歷史的啦 而且利用了蘇聯那時候 怎樣去約酬 怎樣去扭曲一個人的思想 今時今日還要加上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那一套 就是用經濟上面那個實力去壓榨你 你又見到我們的阮民安傘 鍾翰林同學 周庭同學都說了你聽啦 打斃你雙腳然後給拐掌你 這個就是他的措施 鉗制你的財政 然後就跟你說 需不需要一些水腳啊 否則你不值這個價格啊 哪會這麼cheap賣給他啊 對不對啊 五個字就說明這個 共產大外宣的手法的啦 五個字 你記住這五個字 叫做打死狗講假 所以經常被人開天殺假 就落地還錢啦 我們又來看看馬來西亞 這個是 此情不浮在 此情可待成追憶 此事當時以往然 這個是保護記者委員會的 亞洲計劃協調員 馬麗兒 馬麗兒 他是這麼說的 身為一個馬來西亞人 馬來西亞都沒有什麼新聞自由的 第一次來香港做記者時候 哇大開眼界啊 因為馬來西亞當時的媒體很差的 但是講廣東話的大家知不知啊 有些是走了過去馬來西亞那邊 定居啊 升學什麼都好啦 馬麗兒小姐講到了 嗯 當時政府呢 馬來西亞啊 隨時可以用國家安全法去逮捕記者的 咦 做那些事情呢 可能就是由馬來西亞那裡學回來的 新加坡那裡呢 以為自己學到 當時啦 來香港做記者呢 見到很多勇敢的香港記者朋友 可以真正這樣進行傳媒工作 啊 問責那些官員 堅持那些真相 所以他覺得有這些這樣的經驗是十分幸運 那但是目前就蓋灘了 香港呢 新聞自由已經不再啊 見時在香港進行傳媒工作呢 會變得相當危險 香港新聞自由惡化那個程度 不堪想像啊 另外 跟香港watch有關啊 哈 這位是steve vines 香港資深傳媒人 他說去到香港watch主辦的一個 有關香港新聞自由的活動 他說到1987年來到香港 那時候剛好古災的 搬過來啊 就即是他之前已經有少少經驗的啦 啊 好神奇啊 戴卓爾夫人在天安門廣場那裡PK的時候 已經簽了香港給人啦 對不對 而那時候竟然有外國人走過來啊 他就說啦 因為香港當時呢 是一個方便報導亞洲新聞的基地啊 尤其是法律相當清晰啊 現在呢 哇 他是這樣形容的啊 跟索馬利亞一樣那麼差啊 索馬利亞你聽過沒有 聽過名字都 跟那些什麼 叫塞俄比亞那些有得快什麼啊什麼啊 有個啊字那些都不方好啊 這樣講不要斷了嘛 你給個反例啊 而 Steve啊 他說最離譜的就是 蘋果日報啦 肥佬黎啊 竟然在法庭上面一份報章的日常運作呢 用作來做證據 這個對於傳媒人來講 是非常之不能接受 還有啦 在黎智英先生案件裡面呢 Steve這樣講了喔 他說 在案中聽到了 黎先生給了指示啊 他開了會議啊 他參與了討論啊 什麼都關他事啊 風波亭那樣 而他又形容了喔 切身處地 Put his foot in Mr. Light's shoes 那些叫什麼 換位思考啊 就講到了 喂大哥 一個記者 如果參與會議啊 收到編輯語氣上比較粗俗的指示 這樣就當 說什麼串謀各樣 那就是怎樣啊 所以啦 他的結論就是在香港做記者 是一件很危險很危險很危險的事 那華爾街日報呢 自己都 真是拿來衰的 就有時要吸收教訓喔 就話說2024年5月1號時候的消息啊 特朗普要求俄羅斯釋放華爾街日報記者 這個是 埃文革慎科維奇啊 又是咯 俄羅斯的local人 幫這個 華爾街日報在當地搜集一下新聞的 突然之間變了川島方子 你說來不離譜 怕不怕 喂 打一份牛工的咯 萬幾元你想怎樣啊 就算真的啊 升格啊 你都應該給回個升格的人工啊 川島方子那裡會這麼低人工 是不是這樣說啊 經常都說記者好像打義工那樣 如果你不是很有黑的 你不會做記者的 真是 就是想揭露社會的陰暗面 為公義而發聲 嘩 大哥 受人二分四 現在又拉又鎖 那將來你都可以猜到啊 香港會變成怎樣呢 就又是好像內地那些咯 習近平放得屁是香的 已經由小學開始教了 我怕對他們的臭角會造成某部分的影響 就等於容海恩的女兒啊 是不是啊 不懂辨認黃色一樣 記者絕對是十大厭惡性職業之一啊 將來 那什麼是十大 就是要搶那些職業啊 宣傳部啊 做PR啊 幫他做宣傳啊 乃鞋底啊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